主料,蜜饭250克,主料,油,盐,胡椒粉,玉米粒50克,青豆粒50克,胡萝卜50克,黄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把香肠切成片备用,胡萝卜切成丁备用,准备好玉米和青豆,先倒一点花生油,再放进点黄油,等黄油融化,黄油融化后, 先把胡萝卜和香肠放进去翻炒3分钟,再倒入青豆和玉米粒翻炒,最后放入剩米饭,翻炒5分钟,加适量盐和胡椒粉一可,烹饪技巧,材料放入锅中的顺序千万别错了,米饭要多炒一会,才会好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Qnews.xy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